这是带您看到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在晚间8点55分赶搭高铁到了台北 要参加隔天的行政院会 详细的资讯把时间交给记者林志慧带大家掌握 前高雄县长杨秋新无缘韩国瑜的小内阁 歪传就说两个人的关系生变了 但是就在中午的时候一起同框在媒体前握手还吃饭 韩国瑜宣布要邀请杨秋新担任两岸小组的副召集人 至于召集人是谁呢 就是韩国瑜本人来兼任 先前外传有红卫兵之说韩国瑜缓杂 他说只有梦聊喜欢吃红豆冰没有什么红卫兵 韩国瑜就职的第一天喊出要对国外的观光客来课征一笔城市税 也就是住一个晚上一个人要多付100块钱的台币 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击杀城塔改善高雄的财经问题 不过对韩国瑜提出的城市税的议题呢 纪录片的导演李慧仁就质疑说 那么中国大陆的观光客算国外的观光客吗 另外爆发了史上最大的越南团脱逃事件 先后一共是五个团来台湾旅游153人 结果没有想到陆续脱逃了 最后只剩下领队一个人 其他152人通通不见 专家说外照部肯定在管理上面是有疏失的 才让人蛇集团有机可趁 目前外照部跟隐秘署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 目前只能从监视器画面来以车追人 警方过去旅旅查或越南籍女子非法来台 包括从事应招站或是脱衣陪走等工作都是屡见不鲜 有仲介透露说其实越南人是能够这样大量的来台湾非法工作 通常都是透过了合法的旅行社或是仲介 以观光的名义带他们来台湾 在带到定点之后 由多家的非法仲介或是人蛇集团各自带走 是以合法来掩护非法规避相关的查期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金报跟办公室发言人 也就是新任市议员游淑会过从甚密 不止两人单独前往了基隆住处秘会2.5个小时 还一起上了高档餐厅来吃饭 两人分别来亲上火线驳斥这个报道 好多数两个人已经工作了二十几年了 感情如同妇女一般 游书会甚至说这一切的爆料都是 党内的有心人是在放话 不排除要提起告诉 好另一方面来看到是有意争取 民进党党主席的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延龙 南下拜访前总统 前雪扁寻求积持 见到媒体在阿扁的住处等候游延龙的时候 却看到前总统夫人吴淑珍 由看护推着轮椅外出 媒体上前询问要到哪里去 吴淑珍回应说他要去看医生 新北市三峡一名正妹彩妆师刘小姐 最近在脸书收到了网友的讯息 有位对方是要问工作的事情 很热情的回复 没有想到对方突然发送一张 男性下体的不雅照片 让彩妆师实在是吓傻了 担心有其他的网友受害 站出来面对镜头 希望大家务必小心 网友上风传的影片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农民 把感染非洲猪瘟的猪脂全树活活烧死 画面是很惊悚 实际走访了广东疫区的市场 猪肉摊贩的生意很惨淡 几乎没有顾客上门 那么中国大陆的防疫 目前看来已经失控了 反观台湾这边寄出了高额罚金 要做好第一线的防疫 全力来围堵非洲猪瘟 但是还是有旅客罚不怕 一位来自大陆的险性旅客 在26号早上携带了猪肉饼跟水果 总共是0.6公斤 试图要闯关 最后被开罚20万元 中国大陆的北京交通大学 在26号上午突然爆炸起火 事发地点在东校区二楼的一处实验室 莫及的民众发现 当时上课时间听到多起的爆炸声响 之后马上就闻到了刺鼻的味道 还传出有邻近的教室 当时正在寂寞口 但是老师明明看到起火了 但是坚持要大家继续考试 差点引发暴动 而这起爆炸意外 最后证实有三名的学生 不幸丧命 12月25号 不仅是耶丹节也是道别的日子 日本的国民长寿漫画 樱桃小丸子 在作者樱桃子去世之后 正式推出了第17卷的完结片 但是完结片中没有结局 让小丸子以9岁的形象 活在大家心中 民进党2018大败 行政院长赖清德虽然接受了味流 但是平传他坚决是要走人了 总统蔡英文已经开始寻觅新隔魁人选 根据周刊爆料说 在府秘书长钱菊 跟赖清德的劝说之下 前行政院长苏金昌 已经点头答应要回锅了 对此行政院回应说 隔魁是总统指派 不便回应 总统府则说 目前没有相关讯息可以提供 我们来看到这名爸爸为了小朋友的健康 放弃在大陆打拼的一切 带着妻儿回到台湾从零开始 开火锅店 这个卖的是云南才有的鲑鱼火锅 也是他跟太太的定情锅 但是其实台湾很少看到这样的鲑鱼 两人找遍了大嫂的市场 全台跑透透 从鱼苗找到鱼种 太太还凭着扎桑的记忆 来自己揣抹研究独特的蝴蝶刀法 不过开店的初期是门口罗雀 两个人很挫败 但是没有放弃 总算打开了知名度 这家卖了20多年的烧腊店 靠着招牌的鸭腿饭赢得口碑 肥美的鸭腿皮脆肉 还有烧鸭的做法 也是很费功夫的 烤的时候刷上麦芽糖水 吃起来带一点焦甜 很多人很喜欢他们的广州炒饭 有蛋有叉烧还有杀人 满满一盘相当丰富 来看到新北市三重 在26号的林前发生了讨债 流血纠纷 这是一名43岁的许姓男子 在上个月跟朋友借了192万来投资 原本两个人说好 说过年前要把钱给还清 没有想到许姓男子还了12万之后 人间蒸发了 让债主是相当不满 找来三名朋友在停车场埋伏 一看到许姓男子出现 立刻冲上前 持折叠刀来攻击 造成对方的臀部有三处的刀伤 索性目前没有大碍 马上就要跨年了 但是说到跨年必须要谈谈 这个高潮过后擅长的交通 是大家共同的噩梦 有烧肉业者看准了相机 特别营业延长时间 一路可以吃到凌晨一点钟 还在离风时间推出了优惠 还有百货公司里面的活锅业者 10点之后请DJ来开party 还让民众可以到两点半都可以吃得到热乎乎的火锅 出了新的周边小物了 这是他的美编 王绿涵跟文案写手石又轩为了农历新年来做卷 被已经着手开始设计 至于小编自己的人生规划 王绿涵虽然现在已经被邀入阁了 但是还没有确定的职务 那么石又轩则是规划 要到瑞士去进修德文 韩国瑜上任的第二天晚上很低调去搭高铁 北上被媒体来捕捉到 他是要出席27号的行政院的院会 但是这趟最主要是要向中央来要经费了 要盖高雄的第三条捷运黄线 2018 SBS歌谣大战 25号耶旦节当天举行 其中防弹少年团出场的时候 收视率是最高的冲破10.8% 相当于很热门的韩剧 10月23号的时候 南投草屯一间彩券行 开出了大乐透1.13亿元的头奖 这种奖人姓名50多岁的上班族 他特别指定要送给这间彩券行 这个身帐的销售人员 一辆高级的休旅车 当作交通工具 感谢您今晚的加入 我是宇晨玄 晚安 我们再会了